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妻子克拉拉以及布拉姆斯这三人了 舒曼在追求钢琴家克拉拉时 遭到克拉拉父亲的强烈反对 然而在经过一连串肥皂具戏码后 两人总算顺利成婚 后来青年音乐家布拉姆斯拜师舒曼后 布拉姆斯就一直爱恋着 大自己14岁的师母克拉拉 从此后 这三人的关系也渐渐为妙 形成古典乐史中最朴朔迷离的三角恋 嗨 大家好 我是Sherry 今天要来讲一个绝美深情 但又令人惋惜的古典三角恋 要聊他们的爱情故事 首先得从舒曼说起 舒曼于1810年出生 是中产阶级书商的小儿子 我在书香世家的舒曼 文学底子不仅浓厚 甚至还在1834年创办了杂志 新音乐杂志 舒曼在音乐圈有着相当的自媒体声量 并透过他的乐评 让世人认识到肖邦 舒伯特和布拉姆斯等人 我们可以说 若那个年代有IG的话 那么舒曼肯定是那个最厉害的网红呢 除了文学天赋 七岁就开始学琴的舒曼 也在钢琴展露光芒哦 高中时代 他已全校第二名毕业 本来要当律师的他 却转向音乐作曲 这样一个才华洋溢的秀才 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很有想法 舒曼不仅主动拜克拉拉的父亲 维克维斯 他还一脚踏进了克拉拉的世界 克拉拉的父亲 是当时德国颇富盛名的音乐教育家 舒曼慕名求教 而克拉拉的父亲维克 很快地便发现了舒曼的音乐天赋 就这样 舒曼住在老师家中 正式开始与克拉拉的父亲维克学习钢琴 而克拉拉也渐渐长大 朝夕相处之下 舒曼才发现 自己越来越清新这位才貌双全的美少女 在2008年 德国出了一部关于舒曼 克拉拉和布拉姆斯三角链的电影 勤练克拉拉 克拉拉 而导演竟然是布拉姆斯的后代 Helma Sanders Brombs长进的 在Helma的导演版本中 他认为克拉拉和布拉姆斯 的确有过恋情并生下小孩 因为在舒曼过世前最后一句话 我其实都知道 好像在暗示 他和克拉拉生的八个孩子的妖女 并不是舒曼的种 因此在电影最后 女导演特别让克拉拉与布拉姆斯来一场床戏 以影射他们两个其实有后代 好为自己的祖先布拉姆斯平反 回归正题 舒曼住进克拉拉的家中学习 朝夕相处之下 年轻有为的舒曼越来越清新老师的掌上明珠 不过这时候的舒曼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光蛋 当维克察觉到舒曼和女儿相爱已为时过晚 因为此时的舒曼和克拉拉的感情 早就如焦似漆了 维克非常愤怒 决心死都不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五名小组 想当然 两个年轻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你越不让 我越要结 因为维克极不认同舒曼追求爱女克拉拉 小两口的恋爱也谈得战战兢兢 有次舒曼偷偷跟克拉拉约会时 被发现 维克竟然举枪追击 这事件造成欧洲一文界一片哗然 有相方带头的一干人等 告诉维克他是多么残忍的对待舒曼 若他再不同意两人的婚事 那维克在欧洲月台也别想混了 就像教父那句经典的话 我会给一个他不可抗拒的条件 I'm gonna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 这招果然奏效 维克只能投降并接纳两人 其实为了这段感情 舒曼克拉拉小两口和维克双方 甚至杀到法院对部公堂 在经历十一个月漫长诉讼后 舒曼小两口虽然胜诉 但与维克两人的私生关系 却完全破裂 即便成为女婿后 也持续呈现紧张状态 1840年冬天 舒曼与克拉拉终于结婚了 而受到爱情滋润的舒曼 创作力也在此刻完全爆发 在舒曼一生留下的246首艺术歌曲中 有一半以上的136首都是在这一年完成的哟 虽然在新婚这一年 舒曼的音乐创作达到高峰 但看似欢乐的结局 其实是舒曼牺牲自尊 卑微求来的 她常年不被看好 穷不潦倒等苦难经历 也导致舒曼开始出现精神不稳定的征兆 为了她的谬思女神克拉拉 舒曼愿意出生入死 让人实在很好奇 这位克拉拉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我们就来说说她吧 若说女性主义先驱以肖奈尔 肖邦情人乔治桑 与20世纪法国女性作家 西蒙波娃为主 那么克拉拉是比起上述这几位 更兼具传统美德与独立个性的女人 她刚柔并济 修外徽中 能相夫教子 又在事业有自己的一片天 是真正的新女性典范 很多学者将克拉拉媲美神童莫扎特 因为她自九岁便周游列国巡回 除了演奏钢琴 她更作曲指挥 伦品德和舒曼结婚后 克拉拉成为八个孩子的妈 身兼妻母 教师 演奏家 作曲家 与助理指挥家等职 甚至在后来舒曼重病被迫辞职时 克拉拉二话不说 一肩扛起全家重担 她奋力演奏教书 变卖家产民情 四处奔波来筹医药费与奶粉钱 对家庭她不离不弃地陪伴舒曼 始终忠诚如一 舒曼的美满婚姻煞线众人 对独一无二的娇妻 她全员私勇 并创作出许多献给爱妻的音乐 例如三首罗曼史 对布拉姆斯 舒曼是把她当儿子一样疼惜 在公开场合也不另提息 但是舒曼怎么也没料到 这样像儿子的布拉姆斯 最后竟然会爱上她的老婆 1853年的某天 舒曼家门铃响了 出现在门口的是一位金法年轻人 虽然面色疲惫 但是她俊美的脸庞 还是无法被掩饰住 这个年轻人正是布拉姆斯 当舒曼见到这位音乐新秀 他非常高兴并大方接待了布拉姆斯 请他在钢琴上弹奏一曲 舒曼才听了几个小节就喊咖 因为他想要老婆克拉拉一起来听 克拉拉缓缓走进屋来 正在弹琴的布拉姆斯抬头一望 便被他煞到了 克拉拉气质脱俗 一双眼成熟深邃 又纯洁清净 像钻石闪耀不已 从此 布拉姆斯陷入这段长达43年的单恋 为了克拉拉 布拉姆斯付出一生一世 甚至终生未婚 只会守住心中永远的女神 当时仅20岁的布拉姆斯没想到 他的存在竟然会让老师舒曼痛苦莫名 让师母不知所措 而自己压抑的情感 会化为一首首最刻骨铭心的音乐作品 在布拉姆斯的心中 克拉拉有着不可取代的神圣地位 对她的感情 更是因为朝夕相处而日益加深 然而 她心中也非常矛盾 克拉拉是师母 对丈夫一生忠诚 怎么可能接受她这个穷小子的求爱呢 布拉姆斯的矛盾完全反映在她的书信中 1854年 就在舒曼投合不久后 布拉姆斯写了一封信给姚阿兴 信中提到 我想我已经爱上她了 我克制着不要把手放在她的肩上 然而她却对这个自然的举动丝毫不在意 我想我是不可能再爱上其他年轻女子了 至少我脑海里想的都不是她们 或许她们能许诺我一个天堂 但是克拉拉 她早已将天堂展现在我面前了 如此露骨的告白 让我们很难想象 这竟然是出自一项看来内敛稳重的布拉姆斯 原来在她严肃斯文的外表下 竟然藏着这么passionate的灵魂 最直接的答案就是恋母情结 或许正因为布拉姆斯的母亲比父亲大了17岁 所以才让布拉姆斯自小产生出独特的恋母情结 而且看到克拉拉能文能武 不仅照顾孩子 还能帮老公经营事业 自己的音乐成就也是一把照 这么纯真美丽又谦虚的完美女人 世上还有谁能超越她呢 虽然布拉姆斯对于克拉拉的感情一直放在心里 但是舒曼也不是傻子 从头到尾 她完全看穿布拉姆斯对老婆的情感 舒曼眼见自己病情一天天加重 但孩子们和布拉姆斯的感情融洽 甚至超过身为父亲的她 在犹豫症与猜忌心双重作祟下 舒曼终于精神彻底崩溃 在154年2月27日投河自禁 还好 舒曼并没有就这样死去 但是她被救起来后 便被送进了疗养院 而在舒曼被监禁期间 克拉拉和布拉姆斯开始了长期通信 尽管比克拉拉年轻14岁 布拉姆斯成为了她最亲密 最挚爱的朋友 她成为她唯一的光明之源 他们的友谊 也很有默契地在恋人 与好友之间的灰色地带中 暧昧友谊 布拉姆斯在1855年 曾写信给克拉拉说 除了想你 我什么都做不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不能解除 你对我施下的咒语吗 克拉拉当然不是笨蛋 她完全知道这个年轻人 对她的爱慕 但此时的她 实在无法再承受更多的压力 老公的精神病 以及家中的八个孩子 都需要她的坚强抑制 与经济支柱 此时她最需要的 只是布拉姆斯纯纯的友谊 在舒曼故事不久后 克拉拉在给孩子们的 一封信中提到 然后是布拉姆斯 你的父亲爱他并钦佩他 他来了 就像一个真正的朋友 分担了我所有的悲伤 他坚定了即将破碎的心 他振奋了我的思想 他随时随地鼓舞了我的精神 简言之 他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两人对彼此的情谊 都写成这样漏骨了 但是迟迟还是没有出轨 在舒曼被送进疗养院的两年后 他于1856年7月29日去世了 看到这里 想必观众又开始兴奋起来 克拉拉和布拉姆斯 总算可以在一起了吧 但是 这出肥皂剧怎么可能就这样结束呢 在舒曼病逝后 布拉姆斯突然决定离开克拉拉 永不相见 好吧 也许古人不像现代人这么开放 他们有他们的顾忌考量 当时年仅23岁的布拉姆斯 有着一颗早熟细腻的灵魂 他只考虑到克拉拉 完全不管自己单恋的痛苦 布拉姆斯生怕一旦告白了 朋友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 与其如此 还不如让他默默相守心爱的人 当克拉拉一辈子的朋友 虽然布拉姆斯离开了克拉拉 却在往后持续资助他的演出 尤其是舒曼的所有作品 其实 布拉姆斯曾经多次写情书给克拉拉 但却一封都没有寄出 1875年 布拉姆斯完成了献给克拉拉的 C小调钢琴四重奏 还写下 我最美好的旋律都来自克拉拉 1896年5月20日 克拉拉的孩子们发电报告知布拉姆斯 克拉拉77岁中风离世 晴天霹雳的布拉姆斯听闻后 慌忙奔至法兰克福 想见上最后一面 可是 布拉姆斯因为太过悲痛 反而火车坐反方向 到了法兰克福后 才知道克拉拉的遗体 已经被送到了波王 准备安葬在舒曼的墓旁 此时布拉姆斯不眠不休 赶赴不忘 没想到克拉拉已经下葬 而他只能坐在墓旁 独自低气 63岁的布拉姆斯 费尽一生呵护的暗恋对象 竟连古拜都没有说就离他而去 上一次他们见面时 是克拉拉76岁 当时两人已经41年没有见面了 但是不管克拉拉多老 在布拉姆斯心中 女神永远是女神 当时两个老人重逢时 应该是蛮激动的 布拉姆斯见过女神后 立刻回家开始写新曲 想送给克拉拉当明年的生日礼 没想到那却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想到这里 布拉姆斯心如刀割 比当年舒曼离去时还悲伤 为什么他没有在上回见面时 告诉克拉拉一声 我爱你呢 其实在那个年纪 应该也没关系了吧 回家后 布拉姆斯随即被诊断出 患了胰脏癌 就在克拉拉死后不到一年 布拉姆斯也追随而去 就如同当年布拉姆斯 写给克拉拉的信中所说 没有了你我无法度过 你就是我的灵魂 如果有一天灵魂消失了 那我的肉体也将逐渐凋零 如果克拉拉决定 和布拉姆斯两个人在一起 他们真的就能快乐一生吗 他们两人是否能创造出 更伟大的浪漫作品呢 事实上 这也是永远无解的谜 只能让他随着后人 茶余饭后的想象而去 每次我想到 舒曼·克拉拉·布拉姆斯的爱情故事 我都会认为自己实在太幸运 我们身在追求自我 勇于发表的年代 还可以借由科技社群 媒体发动声量 逆转情势 也因如此 我们更应该珍惜身边的人 记得跟他们说一声 我爱你 我都会认为自己实在太幸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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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